大家好,我是心灵侦探洪仲青 看透你的心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这本书是阿德勒教你面对人生困境 作者是岸见一郎先生 这本书被认为是岸见一郎先生诠释阿德勒心理学诠释得最好的一本 我是没有能力去判断是不是诠释得最好 不过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写法 因为他其实把阿德勒本人跟他的理论交织在一起 所以里面会介绍阿德勒的生平 包含像是他的成长的过程 求学,然后跟佛洛伊德的相遇 跟佛洛伊德分道扬镳 然后再来是创立自己的个体心理学 然后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离开欧洲去美国 然后还有过世前的生活等等 那对一个对心理学有兴趣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方式 把那个理论家跟他发展理论的那个脉络 完整起来 让我们更好理解阿德勒心理学是什么 那两个重要概念 其中一个叫做因果关系的奖项 因跟果本来是两个事件 它有时趣性 我们一般认为因造成了果 所以譬如说 远方有一个石头丢向我 打到阿豪痛,我往后退 因是有石头丢过来打到我 果是我被弄到痛,往后退 类似这样 在一般的人际世界也常有这样 就是有人讲的不好听的话 所以我为了不想要心理受伤 感觉很差 那我就不见面 不要跟他发展太好的关系 这个是因果 可是在心理世界 还有一种可能 是倒过来 变成 那个结果是假象 譬如说 我已经先心理想好的一个结论 然后我再去收集证据 我先有一个目的 在为了这个目的 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所以譬如说 我有一句话叫做 当我们不想跟对方相处了 对方种种的缺点就会出现 那或者是说 我觉得这个人本来是因为不拘小节 跟他相处很轻松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又发现不对哦 他这个人太出现了 少一根神经 类似这样子 所以不想相处 是一个结论或一个目的 然后因为这个目的 去找种种原因 以前的优点 都可以变成缺点啦 所以因果倒过来 我们说 有点像是 就是讲因果关系的 假象就是这样 那我们人 常跟人相处到一定的深度的时候 有时候因为这个情感纠葛太剧烈 让我们不舒服 所以有些人不喜欢太认真的关系 特别在爱情里面就会很清楚 所以每到太认真的时候 因为怕失去 害怕那个感觉 所以我就先有一个我不想要跟你继续维持关系的这个结论 好想法 然后我再去找种种证据 去证明 我这个想法是对的 然后就顺势真的 没有在一起 那这个当然很有可能是 我们依照我们小时候养成的惯性 在过生活的关系 那什么惯性呢 比如说小时候可能爸爸妈妈对我们不是太好啊 所以可能让我们觉得说我们是一个不值得被爱的 不值得活下来的甚至 多余的 存在让人家很痛苦的 类似这样的状况 那小时候我们小 我们实在是无力抵抗这个父母亲来的强势论述 就是内化了 那带着这个惯性呢 直到长大面对人际关系 特别是比较亲密的人际关系之后啊 这些惯性就会开始拿出来影响我们的生活 可是我们不见得会自觉啊 好 所以这是第一个概念 叫做因果关系的假象 那同样讲惯性 我们来讲第二个中央概念 就是 关系本身啊 就是无可取代的 关系本身的重要性啊 非常高啊 它不是为了一定要用关系来做什么 关系本身的存在对我们心里就很重要 那我们常常是在关系疏远之后 我们才了解这个道路 所以譬如说啊 举个例子像书里面讲说 有一个小孩啊 他犯错了 那大人常常直觉的反应就是责骂他 那一刚开始就把关系弄坏了 疏远了 破坏了 所以等到我们想要帮他的时候 发现没有这个关系可以帮他 我们讲的话他不听 类似这样 哎呀后悔默契 我们先讲责骂这件事情啊 我们刚才讲惯性啊 因为小时候孩子常常犯错嘛 走路也会跌倒啊 所以我们做大人的做父母的就会常常这个责骂 讲责骂不好听 慢慢久了之后我们就说那不是责骂 那是关心跟提醒 那我觉得我们从阿德勒的心理学里面 我们可以去想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的关心跟提醒 是不是隐含着否定 我觉得你自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嫌弃 哎呀你怎么做那么差呀 或者是不信任 你没有办法为自己做好的判断 我才可以 我们闷心质问 我们的关心跟提醒 是不是常带着这些讯息 那可是因为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们平常就是这样互动 也没想那么多 那么这些讯息传递出来 他常常在传递一件事 叫做不可以 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哇好多东西都不可以做 那不但破坏关心 而且呢建设性也不高 那我们如果要拉近关心 我们要教育孩子 最重要的是教孩子怎么样可以啊 还可以做什么 那你多做 容易多错 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 你走的路比较远啊 跌倒的次数也会比较多 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大人啊 过度去放大那个犯错的后果 我常用责骂来面对 这个孩子的挫折 面对我们的挫折 我们都用责骂来面对这样 那其实 久了我们心里在做事情的时候 就会想一件事 我就在想说 我怎么样可以不要被骂 那如果我常常这样想 那我就不会做啦 基本上不想做 那个动力不是很高啦 所以回过头来 有时候这是取舍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本 阿德勒 教你面对人生困境 希望这两个概念呢 能够帮到各位的忙 那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边 谢谢大家 再见